近日,林志玲火速登上热搜 原因是,她在最近接受了老友蔡康永的采访 这也是她在结婚四年之后 首次以母亲和女儿的身份接受采访 时隔四年,林志玲再一次出现在综艺节目 她自爆当初是自己跟黑泽良平求婚的 没有想到,荧幕上小鸟一人的志玲姐姐 也会主动出集追求爱情 林志玲坦言结婚呆了一股冲动 她还说,我要嫁的是爱情 而Akira是一个很认真且有勇气的人 林志玲不在乎名气 但她面对Akira的追求会觉得小鹿乱撞 所以她就鼓起勇气询问了 Akira,要不要结婚? 蔡康永特意将采访地点 选在了林志玲与Akira结婚的地方 两人在中途还一起观看了林志玲婚礼当天的视频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 林志玲再次回忆 还是感慨万千流下了眼泪 如今林志玲的婚姻已经步入了第四个年头 尽管她高龄产子后回到了台湾发展 但显然绝大多数网友们还是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人 在整个采访之中林志玲谈到了关于自己主动向老公Akira求婚的细节 更是聊到了妈妈吴慈美当下的病情 她在镜头之中几度落泪 非常感性的女神志玲姐姐 另外谈到自己结婚的另一个原因 志玲姐姐说也是出于对父母和家庭的考虑 因为当时妈妈吴慈美的病情已经快速地恶化 到了控制不住的关键时刻 在说到妈妈病情时 善良的林志玲突然哽咽着哭了起来 她表示妈妈吴慈美当时病得非常严重 已经是强撑着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之后妈妈的病情就快速地恶化 直到认不出我们 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忘记自己 忘记女儿 忘记女婿 志玲姐姐说 妈妈是强撑着见证自己的婚礼 感觉是撑到自己嫁掉 才放心 被主持人问道 如果你最想回到哪一天的时候 林志玲毫不犹豫地表示 回到妈妈能够认识我的那一天 我想用时间去换回一天 妈妈还记得我 她还健康的 只要有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林志玲说 其实嫁给黑泽良品 是自己主动求婚的 在热恋期间 是男方一直勇敢追求自己 之后才有了嫁给她的念头 2019年 林志玲突然毫无征兆地官宣自己结婚了 消息一出 令许多宅男 大失所望 又因为结婚对象 而Tierra是日本艺人 这段婚姻更是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 一夜之间 林志玲掉粉无数 结婚当天 林志玲的婚礼 被吐槽太过寒酸 和许多明星的世纪婚礼相差甚远 她的婚纱是品牌方赞助的 佩戴的婚戒价值13万 耳环仅仅过万 比她平时生活中的打扮还要低调 都说爱情容易让人冲昏头脑 林志玲顾不得外界的眼光 或许是由于太过感动 她几度泪洒婚礼现场 与黑泽良平互相都眼泛热泪 红了眼 婚后 林志玲将重心都放到了家庭 三番两次的被报导出 前往医院积极备孕的消息 从前作为模特 光鲜亮丽的她 婚后被媒体拍到 显然是一副家庭主妇的形象 说到被孕 林志玲生子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比黑泽良平大七岁 加上她结婚就已经四十五岁 怀孕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 还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好在林志玲 曾在三十九岁时动晚 为此 她先后进行了十多次手术 婚后为了被孕 直接停下所有工作 一向在身材管理上非常严苛的她 也开始吃起了碳水 看得出 她非常在乎生孩子这件事 跟随黑泽良平去日本定居后 林志玲被日媒拍到 穿着低调 出行的座驾 也从她以往的八百万劳斯莱斯 换成了丰田 生活品质可以说是 大幅度下滑 刚刚结婚不到两年 就有日媒报道 黑泽良平出入酒吧夜店 与裴酒女举止亲密 关系密切 理由是 林志玲迟迟没有生下孩子 这段婚姻可以说是 被两岸三地都不看好 国内许多网友都质疑 林志玲是看错人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年 还发生了一件 让人大跌眼镜的事 国民女神林志玲 被爆出向极限挑战 讨回四百万通告费 要知道 林志玲曾经可是手握 八位数的代言费 几度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突然为了通告费 打官司 不由得让人猜测 她是不是缺钱了 毕竟这种事 在明星身上并不常见 直到2022年 47岁的林志玲 终于传出好消息 宣布迎来了 与黑泽良平的爱情结晶 但显然 网友们依然唱衰这段感情 不少网友感叹 她冒着生命危险 高龄产子 肯定受了很多苦 生完孩子才六个月 林志玲就火速回到了台湾 宣称要付出 只可惜停工两年 人气下滑严重 她身上的商务代言和资源 早已流失的差不多了 曾经的台湾第一美女 成了各大媒体嘲讽的对象 状态差 变老 回国捞金等 质疑声不断 另外 她被暴打的新闻 也不断传出 甚至有说 她被黑泽良平 打到整容的甲体 都打出来了 还没爆料 两人已经在准备协议离婚 在日本某纵役中 林志玲化身产媚女仆 用日语向一众日本男嘉宾们表白 听到林志玲跌跌的声音 发出想和我交往吗 在场男嘉宾们都炸锅了 纷纷中文喊话 我爱你 当国内观众看见后 也炸锅了 但不同于日本人的欢呼雀跃 国内虚声一片 林志玲此举 彻底激起了内域网友的怒气 纷纷指责她越来越日化 甚至有网友都脑补出了她双膝跪地 迎接黑泽良平回家的场面 谁也没想到 这个情商智商双高的女神 在婚后被贴上了 被孕被打缺钱被日化等各种标签 林志玲付出后举步维艰 只能参加活动 卖惨累撒现场 坦言照顾小孩子不容易 或许从一开始她就判断失误了 生活不是偶像剧 她理想中的王子与公主的爱情 终究会被鸡毛蒜皮给冲淡 可能很多人会问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么林志玲为什么要选一个日本人 林志玲虽然原生家庭优渥 但从小和侯佩岑一样 是被当作明月来培养的 加之后来被父母送到加拿大女高读书 身边没有亲人的关爱 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也非常传统 所以个子高挑的她 内心住了一个小女人 林志玲性格害羞 但却非常喜欢模特这份工作 回国后 她出现在了张国荣的MV里 但因为浓妆艳抹的妆容 她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奈何林志玲长了一张天使脸 却有着魔鬼般的好身材 经过几次曝光 成功吸引了许多广告商 顺利进入了娱乐圈 并从模特跨界到了主持人 2004年 林志玲主持金马奖 本着最后一次主持大型颁奖典礼的心态 她在当晚先后拥抱了梁朝伟 刘德华两位影帝 并且全程用的请允许我 可不可以等谦逊的词语 那一晚林志玲可以说是刷足了存在感 在许多人眼里 林志玲高贵优雅又不识性感 是一切美好的化身 就连小S都疯狂嫉妒她 将她推向事业巅峰的 还有颜承旭 当时颜承旭作为F4当中最火的男星 与林志玲在一起 无疑是郎才女貌 不过可惜两人最后不了了之 成为了许多粉丝心中的遗憾 和颜承旭分手后 林志玲多次公开表示 自己单身且没人追求 甚至放话 不在意对方的身高 颜值和收入 只要专意爱她就行 于是就有了 她在颁奖里抢吻黄渤的画面 吓得黄渤当时手足无措 但显然两人除了好友的身份 男方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 为了摆脱花瓶的表情 她参演了赤壁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高 最跌的小乔 虽然这部影片有梁朝伟 金城乌等一众大牌明星 但林志玲却是讨论度最高的 为了转型 林志玲不惜在影视中 挑战大尺度的戏 但显然有她参与的作品 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话题 不过比起事业上的成就 她的内心更加渴望一个爱人 之所以她会和黑泽良平在一起 是因为奶奶的去世 当她想找人聊天 诉说心中苦闷时 她拨通了黑泽良平的电话 并且惊奇地发现 直到第二天醒来 对方也一直守候在电话那头 仅仅一个小细节就足以打动 当时内心空落落的她 虽然现在林志玲复出了 但显然只要一提到她 网友们仍是恶意满满 无法忘记她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 况且屡屡报导出 她会因不幸福的消息 也更加让网友觉得 林志玲是个妥妥的恋爱脑 许多网友表示 林志玲闪婚退圈 将自己的后半生 完全托付给一个男人的决定 并没有带给她幸福 不然她也不会回台湾付出了 一场婚姻 粉丝和商务代言全部流失 事业回归原点 还要被网友谩骂吐槽 至少在大众看来 一点也不值得 希望林志玲 能够早日找回自信 只是不知道 她看见网上的舆论 是否有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祝愿她之后的路能一帆顺 也希望她能成为一名坚强的好母亲